今天的机型是A330 来了,它来了,空中存师来帮我点餐了 哈喽大家,欢迎收看飞行日记第三集 今天的飞行路线是马来西亚吉隆坡KLIA直飞土耳其伊斯坦堡伊斯坦堡机场 马来西亚直飞土耳其需要11个小时40分钟 土航的项目枪一般都会邀请乘客到Plaza Premium First Launch 参点除了自助餐室也可以单点 今天的晚餐可以选择日式咖喱,日式炸豆腐,日式萧鸟串 个人觉得Plaza Premium First Launch的食物比Golden Launch的还要好吃 我们的座位空姐会一直打开衣橱发出亮光干扰睡眠 登基迎冰饮料 今天的机型是空中80A330 座位配置为222 那出来空间不小,私隐性其实会比较差 同时没有足够的储藏空间摆放包包 可以180度平躺的座位 基地拖鞋是灰黄配色 土航的空中厨师 土航会让你在前一天晚上先点好隔天的早餐 料的部分可以选择茶类,咖啡,土耳其咖啡还有果汁 很特别的是它们还有各类的茶,比如清新凝绳的茶,帮助消化的茶,活力茶,消肿茶,冬天防感冒茶 还有消脏器的茶,还有帮助点减低到时差的茶 宵夜的部分可以点干杯拌虾子,鸡胸拌菜或南瓜姜汤 餐的部分可以点烤海鲜或是牛排或是蘑菇饺子 可以选择蛋糕,brownie,冰淇淋,cheese或是沙拉 来了,它来了,空中厨师来帮我点餐了 又干又硬的牛排实在是吃不下 商务唱的耳机 土耳其商务唱的过夜包跟Christine LaClox合作 梳子 耳塞 拔鞋的棒 脸霜 脸霜 牙膏 眼罩 早安,降落前了两个小时,空姐就把我们叫起来,吃早餐 今天的飞行日记到此结束,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感谢收看 您等下后,趁热 一點脸 第一个小时, останов言 有些还有某筵 山崎 是adia 变不不过 不能支持 另一推荐